11月28号上午11时,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,三位执行神舟15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。 56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邓清明,在24年10个月的努力和等待后,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航天梦。 邓清明1998年1月与杨立伟一起入选成为中国首批航天员。 为了尽早实现梦想,训练与学习几乎成了邓清明生活的全部。 但信誉之神迟迟未降临,2010年神舟9号、2013年神舟10号、2016年神舟11号,邓清明三次与飞天擦肩而过。 一路以来,邓清明一直作为辈份航天员,完成了和主份同样数量同样标准的训练。 这一次,近25年的坚持和日复一日的努力,让他从辈份成为了主角。 在神舟15航天员见面会上邓清明说,从来没有彷徨与放弃过,能够被祖国需要就是最幸福的。 25年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,一次之一任务擦肩而过,有过失落,也有过累穗,但我同来没有彷徨过,更没有放弃过。 作为航天员,坚守飞天初心,永不停歇限电,是我的常态,更是我的姿态。 对我来说,我可以用一生去默默准备,但绝不允许,当任务来临的时候,我却没有准备好。 为梦想而坚持,为事业而奋斗,当确定我为神舟15号飞行成组时,我的内心十分的平静。 想的更多的是,珍惜机会,扎持训练,不如使命,做一个让组织放心,让成组放心的人。 加油邓清明,带着我们所有人的航天们顺利出发。 快来订阅通知,按旁边小铃铛,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。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,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。